案例二 剪辑蒙版 玫瑰花图像 那么剪辑蒙版呢 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蒙版 它可以使用下层图层中的图像呢 图像中的一个形状 来限制上层图像的显示范围 因此呢 可以通过一个图层来控制 多个图层的显示区域 那么下面呢 我们使用这个剪辑蒙版的来做一个 这样的玫瑰花图案的案例 首先我们打开Fitshop 选择文件 选择打开 找到素材当中的这个图2文件 打开 这是一个玫瑰花图片 那么打开这个图片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 图层面本当中的这个新建图层按钮 单击一下产生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呢 这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自定义的工具 在这个自定义工具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形状 形状比较多 我们选择一个新型 选择好新型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画面当中呢 来绘制一个新型的形状 然后我们拖动一下 产生一个新的形状 那么产生这样一个形状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形状 它的颜色为红色 在我们进行这个模板操作的时候呢 那么黑色覆盖的区域呢 才会被这个限制 那么红色呢可能限制不了 把颜色改一下 改为黑色 改完黑色之后呢 我们下面 描边也为黑色 在这里呢 我们来输入一个文本信息 然后呢 在输入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这个 直排的这个文字内容 然后呢 选选文字 文字的比较大 我们调想一下 调整50号字 调整完50号字中呢 文字的间距比较 比较大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字 间距的做一些调整 可以选择窗口 在这里呢 我们找到这个 字符 然后设置一下这个字符间距 看一下这个字符间隔 找一下啊 这个字符间隔的设置 是段落 然后呢 这是字符大小 太小了 好 调整好字符间隔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关闭的窗口 然后呢 把这个文字的颜色 做一下修改 按照变成黑色 黑色应该是这个RGB 全零 确定 设置于黑色之后呢 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移动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文字图层的选中 右肌鼠标 选择善根化文字图层 然后呢 这个形状图层右肌鼠标 选择善根化图层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层选中 对这鼠标 合并图层 加两个图层合并 然后呢 把这个图层呢 放到背景下方 但是当前的背景呢 它属于这个背景层 不能动 我们把这个背景层双击一下 按它变成为普通图层 然后把这个图层放到下方 放到下方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图层 然后呢 选择图层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个 看一下 创建剪辑蒙版 这个命令 那么无法创建 我们选择这个图层0 然后看一下 创建剪辑蒙版 单击之后呢 可以看到 它会被下层这个图层呢 做剪辑操作 剪辑之后呢 这个图层呢 会显示下层对象当中的 黑色的区域 那么上层图片的 这个玫瑰花当中呢 会显示下层图片的黑色区域 黑色区域呢 就是一个红心 还有这个文字 那么我们这个下层图片的 这个 黑色区域的文字 看一下文字呢 这个区域呢 正好对应上层图片的 这个比较浅的颜色 这次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加入一个新的图层 让它至于底部 至于底部的话 为它填充一个颜色 减充一下 然后那么取消选区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这样一个 阴面布局 当前呢有一个心形的形状 中间有玫瑰花 然后呢 旁边有一些文字 文字当中呢 还有一些插入了这个图片的颜色背景 那这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 简体蒙版制作的玫瑰花图像 我们下层了这个图片的颜色呢